哈喽大家好我是高球女孩Vicky 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的一年 虎年新大运 身体健康财运旺旺来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位选手 俗话说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他就是外号零零后之后浪杀手丁文一 外号丁丁或小丁 丁文一出生于2004年11月19日 来自中国北京 身高190公分体重82公斤 丁文一能走上高尔夫这条路 少不了当年丁爸爸的安排和影址 在还没有丁文一的时候 丁爸爸就已经开始在生意场上打拼 因为知道学高尔夫对做生意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当时丁爸爸时不时就会拿起球杆走上球场 而没想到就是这样的机遇 在丁文一七岁的时候 第一次跟着丁爸爸去球场 丁文一便对小白球热爱的一发不可收拾 而丁爸爸也认为在学习之外 小孩子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在未来立足 且高尔夫的运动寿命长 受伤几率相对之下较小 会有这样的顾虑其实也是因为 当年丁爸爸曾是黑龙江足球队的队员 在一次足球比赛之中 他起身顶球 不料被对手推了一下结果沉重的摔在地上 身负重伤不得不立即送入医院接受救治 而现在已经从足坛隐退下来 经过前思后想觉得高尔夫这项运动很好 不容易受伤 于是便开始指导丁文一练球 而这一打就是九年 就这样丁文一在还是小男孩的时候 就开始跟着爸爸屁股后面打球 不到十年的时间 个头已经比爸爸高了许多 至于球技那更不用多说 而直到今天 丁文一还记得在七岁时 第一次下场打球的经历 那是球局品牌Tidalist 在北京举办的一场一日比赛 他当时是打了96杆 那场比赛前六名都有奖状 第一次参赛的丁文一兴致勃勃地去看颁奖仪式 没想到的是自己还凭借第六名的成绩 成为了其中的主角之一 上台领取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奖项之后 丁文一对高尔夫的兴趣更深了 透过不断的努力和付出 丁文一进步很快 慢慢开始在青少年比赛中 展露头角 捋获夹击 2015年的北京站丁文一跳组 越级参加男子C组比赛 且拿到了该战冠军 又凭借游一的表现进入了总决赛 并在之后的比动赛中又再次获得冠军 出色的表现让丁文一获得了 慧风青少年2015年之年度MVP大奖 丁文一的青少年时期可说是一名惊人 自2014年第一次参加 慧风全国青少年高尔夫冠军赛 其后的三年时间 丁文一一共参加了14场慧风青少年赛事 分别收获了4个冠军 3个亚军和1个季军 但随着升入初中后 课业压力越来越大 丁文一的练球时间被迫压缩 在原本的公立学校 只有丁文一一个打高尔夫 也是唯一一个体育特长生 他不得不在高尔夫和学业之间进行选择 不过丁文一并不想放弃 还想继续追寻他的高丑梦 就在这时北京私立学校慧嘉向他抛出橄榄枝 录取他进入学校高尔夫校队 并提供全额奖学金 慧嘉是一所双语学校 体现美国文化精神 在那里学术、艺术、体育同等重要 学习环境自由 鼓励学生全方面发展 这与丁文一的规划完美契合 丁文一也自此称为 会嘉建校以来 第一个获得高尔夫方面之 全额奖学金的学生 但以往接受公立学校教育的丁文一 刚转学时一开始并不适应 学校除了语文之外 其他科目都是英文考题 以至于英文成绩并不好的丁文一 当时上课几乎听不懂 丁文一回忆说 国二的生物课几乎从来没听懂过 生物满分八分 一般他都只拿到一分甚至零分 不过后来像物理、数学 这些有专有名词的学科 会私下努力把这些词背下来 然后在英语课认真听 问问老师 后来慢慢的就适应了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丁文一的身体也产生了巨大变化 他的球技也随之进入了不稳定一期 丁文一的身高从175公分 迅速飙升到现在的188公分 那时的他差不多每个月平均长快一公分 不止衣服、裤子、鞋子、快速更新换代 频繁的调整球杆也让他陷入无尽的烦恼 其中有一年 丁文一甚至调整整套球杆不下10次 但即便是这样 球杆调整的频率也没办法跟上他抽高的节奏 那段时间丁文一在场上的成绩起伏不定 自信心也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不过目前迈入18岁的丁文一 身高终于去稳定 成绩也有了起色 目前正在读初三的他 一个月有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校外打比赛 但无论去哪 他都会背着教科书、作业和电脑 每天都会腾出一定的时间学习 一边周车劳顿四处打比赛 一边还要兼顾学业 丁文一坦言这的确很辛苦 但现在两边都不能放 未来的计划要去美国上大学打校队的丁文一 练球的同时也努力把学习维持好 丁文一说 他会在假期期间去美国打一些比赛 如果成绩表现好一点的话 可能就会有大学提前给offer和奖学金 那这样就可以无后顾之忧的 好好专攻语言和学习了 2019年丁文一被中国高尔夫球协会 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 并在同年获得汇丰全国青少年高尔夫冠军赛 男子A组冠军 以及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大师赛冠军 和中国业余公开赛总决赛冠军 优异无比的成绩可说是妥妥地统治着中国男子业余赛场 不过这样的自律和自我要求 也不是短时间可以造就的 尤其丁爸爸对丁文一的要求极其严苛 他甚至没有给丁文一买手机 丁爸爸觉得手机这个东西没有会更好 这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没有太多好处 丁爸爸坦言这种严苛在于他希望儿子努力打球 并好好做一个正派的人 不过另一边的丁文一自己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他说就算有手机估计也不会带进球场里 怕影响自己打球 丁文一也表示现在自己的生活很简单 就是打球之余晚上拼命加强功课 也没有太多时间玩社交软件 而这样的坚持也为丁文一在2020年收获了 中国业余公开赛系列赛郑州战和海口战冠军 以及第26届Volvo中国业余公开赛亚军 和中国业余公开赛总决赛冠军 不过不满于业余赛场的丁文一 极力寻求更高层级的挑战 在2021年他慢慢把触角伸到了中旬职业赛场上 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表现依旧极为出色 尽管面对着年纪和经验比他丰富的球员 丁文一在场上仍然保持着沉着大气 展现逆临气场 2021年5月1日 在海南博鳖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高尔夫球场 在第三回合结束后 带着四杆领线优势进入决赛轮的丁文一 在最终回合稳住压力 打出五只小鸟bogey free 以完美的67杆完赛 最终16岁的丁文一是脚出6767 64 67 总成绩265杆 以低于标准杆23杆 且4杆优势夺下博别精英赛冠军 收获他的第一座 以业余身份赢得的职业冠军奖杯 丁文一也成为了中国男子巡回赛 历史上第三个业余冠军 并且以16岁5个月012天的夺冠年龄 刷新了京城16岁8个月011天的 最年轻中旬赛冠军记录 而面对成为最年轻 夺得中旬职业赛冠军的这个头衔 丁文一也坦言自己有些压力 没有想到冠军来得这么早 丁文一说 其实决赛开始的时候还蛮紧张的 毕竟在业余比赛中 最后一轮打出个负一或负二杆 便有很大的可能取胜 可是换做是职业比赛 一般来说最终成绩胜甘 都超过了负二十多甘 因此有一天打出品标准甘都不行 不过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丁文一在近期参加的三场职业赛中 最终成绩全都挤进了排名前五 分别是在2020年的Volvo中国公开赛 他获得了亚军 和2021年4月的三亚精英赛 已负14获得了第四名 再加上这场博别精英赛的冠军 188公分的阳光外表配上300码的落点距离 生猛的囚风文静的个性 如今再加上职业冠军奖杯的加持 一位中国高尔夫的新生代领军人物 似乎正在呼之欲出 丁文一的一切都用毫无争议的成绩证明 自己是中国新一代业余新星中的王中王 恐怕在很多人眼中现年18岁的丁文一 已经不能再用业余球员去盖瓜 2021年他参加的9场职业赛事 他获得两个第一名 尽管因保持业余身份 丁文一无法收获任何一毛 他在职业赛场上赚到了奖金 但假如我们把他在2020-2021赛季中旬赛上的排名 换算成奖金 便会发现丁文一至少能以485,775元的总收入 高居中旬赛奖金榜的第三位 不过好在世界职业排名并没有亏待他的努力 最新出炉的世界排名 丁文一以排名399位 高居所有中国男子球员第5位 实力非常惊人 目前丁文一虽还未表示最终选定的美国大学 但大家也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他之后在NCAA上的表现 希望这样一位优秀自律的选手能继续努力 期待未来在美巡赛场上看到更多华人球员的身影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我是高球女孩Vicky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新年快乐